疏忽这几个征兆 二度中风找上你 中风是一个时间敏感性治疗的疾病 所有的中风治疗都建议赶快到医院来进行下一步的检查 甚至后续的治疗 中风的危险因子大部分 最常见的是心脏的心房 心律不整 其实心律不整是可以靠药物来治疗预防中风 医师指出二次中风的预防最重要的是 在第一次中风时需要找出相关中风的危险因子 台湾医药记者蒋志伟表示 中风后也有可能还会二次中风 这样的情况是许多病友和家属心中不定时炸弹 医师指出中风之后 如果又再度中风后一阵可能会更严重 其实对中风病友来说 照顾者可以透过眼神 血压突然升高作为指标依据 当身体状况有改变 就要提高警觉 台湾脑神经内科医师陈士轩说 有中风病时的人如何去看二次的中风 当这个病人已经有第一次的中风过 我们后续如果恢复良好的话 则跟一开始没有任何症状的正常人一样 我们要看的是 举手微笑说你好 或者F、Face、A、Arm、S、Speech、T、Time 这些新的神经学症状来判断是否急需送医 如果要持续地看向某一边如何叫换或是如何摇动 都没有办法看回正常的方向时 也要担心是二次的中风 最后可以看生命真相 当血压不正常地冲高 可能会高达180甚至210 那心跳不正常地跳动 可能会高达100多时 这时也要小心身体会有什么 其他的新的发生的问题 台湾王婷贵医师说 中风最主要症状常常是 突然间一手一脚没有力量 这是最典型的 那接着有些人是讲话讲不出来 这个也是非常重要一个现象 那比较轻的中风有时候 它的表现只是血压突然间飙高 那病人觉得头昏脑胀 这个都要稍微注意一下 那不过像会流口水 拉嘴歪眼斜啦 这些都是中风症状 讲之为补充 二次中风的预防 最重要的是在第一次中风时 需要找出相关中风的危险因子 譬如说抽烟三高等 如果有这样的危险因子 我们可能要去好好的控制 或者是戒烟来减少 再次中风的可能性 第二次中风与第一次的中风 症状可能相似或者是不同 它的差异性可能很大 一般如果有语言障碍或肢体无力 特别是单一侧的肢体无力 或者是有医师上的改变 这些都是高度 可能是中风的表现 台湾脑神经外科医师 石副元表示 脑中风分为梗塞型的脑中风 急出血型的脑中风 梗塞型的脑中风 主要的治疗是施打抗拧血剂 或者是曲栓的治疗 对于病患最后一个 是正常神经学状态的时间点 以及第一个发现它是异常状态下的时间点 会影响到治疗提供的相关决策 因此大家要注意这两个时间点 台湾神经内科医师陈志玲说 我们都知道有过一次中风 得二次中风的机会风险大大增加 原因可能是原本慢性病没有好好控制 包括血压血糖血脂肪 或者是心脏的心律部者没有解决 也有可能是原本血管的一些疾病状况没有排除 如果病人的症状更加严重 完全没有办法说话 或者是对一侧的刺激完全忽略 这是大血管栓塞的警讯 医师提醒 面对二次中风 最好还是从预防以及症状的辨识了解 战胜脑中风带来威胁 健康生活编辑部